7月11日 行政院快速通过台南市政府所提出的 中石化安顺厂污染处理的费用 总金费将近13亿元 这意外的13亿 在当地掀起了巨大的波涛 这是一年半前我们所拍摄的画面 无心女士照顾着重病的丈夫林芝春先生 医药费花光了他们一生的积蓄 甚至还要举载度日 这样的画面 成为历史 今年6月林芝春先生往生 逝者已矣 而生者却要面对生存的恐惧 这样的噩梦不停地在这里上演 所以说你们人做一种工作的那些都独自在这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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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說 我們山東小孩 跟我們一起做 做一做 整個小伯 丞翰是台檢安順廠的舊員工 現在他一個眼睛失明 一隻腳截肢 在他身上有著大大小小的 開刀痕跡 以及數不清的柳 彈在廣告時 都獨自 大小的 他在家裡 她很激烈 對啦 很變形 他現在獨自 用出來不太害死 他在大了 他在大了 頭要死了 他在大大了 他在外國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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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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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踩下去 他一直給我刮 这一个一个悲伤的故事 透过黄焕章老师传递出去 而问题的源头指向中石化安顺厂 这片空旷荒芜的土地 是中石化安顺厂的厂区 民国31年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 在这里兴建碱绿工厂 制造烧碱 盐酸 以及益绿 台湾光复后 改由台碱公司经营 称为台碱安顺厂 而且兴建五律分工厂生产农药 民国71年台碱官厂 隔年并入中石化公司 在唯一仅存的办公室内 过去生产的绩效仍然悬挂在墙上 宣扬着当时的荣耀 如今 环境污染 以及附近居民的健康损失 就远远超过这些数字 身体有多少年 这个 important 不紧张 老是什么 但我都骂一骂 5西女士学艺中的戴酷性浓度 高达412匹克 在国内排名第一 当地居民血液中的掉性浓度 平均值高达81匹克 是焚化炉周边居民平均值的四倍 罹患炎症的比例也明显偏高 疾病的阴影笼罩着全村 这里主要的污染 包括戴奥新 五律芬以及拱 台南市政府已经委托学术单位 调查拱对健康危害的情形 这次调查的对象 以40岁以上的居民优先 甲鸡拱因为它可以进入 我们的脑血管脏部 进入中枢神经系统 所以它对中枢神经的影响比较大 不过比较庆幸的 我们之前在这边做了 400多位的居民 这个血液中的肿拱的分析 那浓度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比较高 但是并没有非常的高 居民身体中的毒素 主要是吃了附近的水产品 这些畸形鱼 来自中石化安顺场周围的鱼温 这个是已经观察20年了 周遭的第一圈鱼温 这个周遭的第一圈鱼温 之前工业院检测的时候 这个鱼温测道值还很低 戴奥新才2点多而已 但是你看它里面的鱼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这个不是测道安全就安全的 所以我们都建议要有一个缓冲区出来 然后你整个污染没有解决的时候 这个缓冲区是永远处在的 8月4日 扑杀鱼下的工作开始进行 这次管制的鱼温总共有27公顷 以水域面积计算 每公顷补助鱼民50万元 再加上鱼具15万元 未来五年间 鱼民禁止养鱼 政府每年补助每公顷8万元 从今天开始 在市场上供应的安南区的各种鱼类 要表示它是安全 没有问题的 隔天 许多鱼温的岸边扶着死鱼 台南市环保局 原本要雇用当地的渔民捞死鱼 再把鱼运到焚化炉焚毁 但是焚化炉周围的居民 拒绝让鱼进入 这些鱼最后是就地腐化 政府征收的价格 合不合理也备受争议 有的渔民是赔了不少钱 有很多没养鱼 却白白领了好几十万 在民间所掌握的资料中 大约只有四成的鱼温 是真的在养鱼 你不能说现在有多少鱼 所以捕捉多少 那你怎么去算 那有些大有些小 那有些以前养得很密 有些养得比较松 我想这个没办法做到 所谓的那么精确 这个事件处理的过程 拖太久 7月11月到8月4月 开始来管制来毒鱼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很大的反应 有人还把鱼头抬出去买了 号称有上万只螃蟹的鱼温 也领取更多的补偿金 现在却只有几只螃蟹 不在水面上 因此有人开玩笑地说 一只螃蟹要价三万元 未来政府如果要向中石化公司求偿 这又会是一笔烂账 另外台南市政府要在明年3月中旬 清除完路尔门西遭受污染的底泥 而现在河道中一个一个的磕棚 再两次台风过后已经没有磕 农历9月 当地渔民会开始养磕 市政府有必要事先因应 所以你这几天先跟蔡主 这样问题才会够处理 你若当年的蚵子又开始刺蚵子下去了 蚵子又刺下去的时候 你要处理的时候 你们又要很多的补偿金 其实你认为最重要 这是浪费我们所有纳税人的荷包 清晨6点多 显宫里的菜市场已经人声鼎沸 人称黑美人的林美芳 已经休息了半个多月没有卖鱼 因为中石化安顺厂周围的鱼温 迟迟没有处理 生意连带也受到影响 现在它终于可以开始营业 台奥新一间五十万 没有台奥新 台奥新都完蛋了 它是社区的资讯交流站 也协助黄幻章老师找到许多个案 我剛才說頭部都不敢 人家都不敢打生人 我一個人說阿生人在罷了 大家都在找我 都拿診斷給我 美鳳 我們什麼人 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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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這樣出來 對 都這樣出來 這樣說出來 人不會痛苦 我們都不知道 他妹妹這痛苦 你說我準備的調查 你身後要調查 人家還不說 我們這間人 人家也會說啊 他會脫心聲出來 不要哭 阿姊在這裡 你告訴我嗎 說我出來心裡 那個氣功出來 你會比較高興 在她的鼓勵下 一些年輕的媽媽願意站出來 為自己爭取權益 我兩個女兒 一個是小 現在開始有一個是小一 一個是小六 都愛笑啊 我現在最放心不下就是這兩個小孩子 這樣有 剩到這種病的 現在隨時走都有可能啊 對不對 你怎麼加多久啊 82年加要過來啊 90年 90年是發病的 93年復活 現在就在治療這樣子啊 好 我想到那這兩次 這兩次化療15次耶 化療15次耶 你們應該都知道化療有多痛苦 我像這頭一直都剛長出來 想到化療的時候 我先生都被我 去化療 人滴滴 好好的人去 沒有辦法回來 都來 課我先生跟他知道了 三四年喔 沒關係 被我走過啦 小翠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骨頭 每個月都要到醫院治療 長期下來 他們向親友借了不少錢 小翠家的餘溫就在中石化安順場的旁邊 當然也吃了不少毒魚 但是 政府優先檢測40歲以上的居民 沒有戴耀心檢測數據 就沒有申請生活補助的依據 在居民的生活照顧以及社會福利工作上 高達10億4千萬元的經費 由經濟部支付 這些錢並無法向中石化安順場 公司求償 其中 對於喪失工作能力的人 在五年內 每個月可以領到一萬五千多元 對吳姓女士來說 這筆錢卻是遙不可及 因為她沒有殘障手冊或是重大疾病卡 並不符合台南市政府初步擬定的資格 現在 她無法做太粗重的工作 而基建別人的三十多萬元 也不知道何時能還 她現在最主要的收入 就是靠在衛生室打掃 一個月 賺個三千元上下 我就會用 關擺 到不膩 就進去做一個 噢 那 本身後 我傾家座 快取出來 沒有人拿地上追 別人拿走 看上去就沒人拿了 四呀 四左右 別人拿走 車水馬龍的臺北街頭,長期監督污染處理工作的蔡征進 搭乘凌晨3点多的巴士从台南北上 参加今天处理中石化污染案的跨部会小组会议 会议结束后 台南市政府所规划的补助方案 让蔡登进相当失望 你政府只在做一个福利政策而已 照顾那些残障的 照顾中低收入户的 中敏感的人 可是这些生染大耀心的人 有没有照顾到 我很疑 那今天中石化大耀心的污染人 不是因为他们身上的大耀心 才换起全国民众的作用吗 结果他们竟然被排除在被照顾的范围之内 13亿到底该怎么用 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 目前台南市政府的决策 缺少了民间参与的机制 造成许多决策引起不少的争议 有一个审查的机制出来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透明化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里面可能需要有四五的人员 有医师 有律师 或者有 会营利组织的团体 有当地自救会的团体 有学者专家 然后大家来 集思广义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说 这些有些钱 到底怎么用会是最有价值的 环保团体也呼吁政府 要照顾到真正的受害者 不论余温收购 或是生活照顾 都要基于科学的证据 为台湾公害事件的处理 立下点半 未来 环保署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 是所谓的法医上球场的问题 那法医上球场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这13例 它都在没有一个 经科企法律检验 司法检证的一个基础上 未来又球场 我们会认为说 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困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在整个一个经费上的一个分配上 我们希望说 它应该是有一个科学上的证据 而且是应该回归到环境正义 13亿可以说成 是政府的人道关怀 不如说 它是弥补过去的缺失 政府所造成的污染 就要有肩膀承担 当地居民最大的期望 就是还给他们一块干净的土地 因为下一代还是要在这里生活 8月底 环保署的污染整治计划即将出炉 中石化安顺厂的发展 将持续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中石化安顺厂的旅行 中石化安顺厂的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